朱宗庆打击乐团庆祝30周年 邀请导演周冬燕拍摄形象一片 朱宗庆说 30年前他们在火锅店创团 团员们一个个轮流到外面去 打电话进店里 让店家广播 朱宗庆打击乐团这个名字 影片回顾朱团一步步走过的岁月 团员们到全台湾各地去演出 也将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带来台湾 很多团员说 虽然看了好几遍 还是非常催泪 一再确认乐团真的成立了 30年前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 从音乐殿堂到香野庙城 足迹遍布台湾和世界 海内外巡演累计2700场 同时培育了13万打击乐学习人口 从无到有 惊人记录是朱宗庆和强大团队 热情创造的成果 但最终有一件事情 一定是完整的 朱宗庆率领乐团几乎每一年都有新挑战 几月登上小巨蛋 几月结合金剧等等 乐手不仅仅是演奏 唱歌演戏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朱老师常常说我们完整的 说完其实就是在享受我们的过程 那那个过程也许不一定是快乐 有时候是痛苦 有时候是挣扎 对 但是你过后你再去看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 透过这样的作品的碰撞 你会有很多的感动 或者是有很多的累积 朱团30年的累积 成为朱团作曲家洪千惠 谱写新作的灵感 导演周冬燕提议为这首歌 拍一支疯狂的MV 就是朱团打几月献给台湾 然后一样上山下海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那张照片 是老师带着团人在海边 我想说哇太疯了 怎么有那样木琴啊 然后定音鼓啊 什么全部都到海边 那怎么办啊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 也挑战了这个最困难的部分 就是去了晴天岗 去了高雄的港口啊 然后去了夜市 就是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演奏了这一首由千惠老师创作的大吉月之歌 我觉得三十年来好像是很长的日子 就是三百九十五天才是三十三长的日子 不过你一回想起来好像很快的过去 那么我只告诉我自己 也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学生分享 就是说有做就有联系 有做就有联系 做就对了 影片中看得见朱宗庆打击乐团 对艺术文化的努力 成员伙伴们在听完朱老师的告白 都红了眼眶 刚刚看完就觉得 长得非常感动 因为从头到尾 我都在 那不断的 从开始一羡慕那一上来 我就觉得我快崩溃了 因为每个上台 之前很好累 演完 超感动 从一开始羡慕 我跟阿乔是一样 就是 那个鞠躬一举下去 我的眼光就泛红这样 我也很开心可以一直在住团当中 然后 一直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在这么多年来 我个人的热情是重点之一没错 更重要的 我还有一群疯子跟我一起工作 这群疯子就是我的团员 就是我的工作伙伴 竹中庆打击乐团迈入三十年 彼此都找到了一起疯狂做梦的好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